好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首先感谢主借着从四大洲来的一些药品和问候 对我的关心 特别问到我的这个绯闻症是不是好了 有一个好消息 两个坏消息 还有一个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是好多了 基本上已经都消灭光了 我的世界一片光明 但是有两个坏消息 第一个坏消息是 我们所在的世界正在迅速的衰老 患上了严重的绯闻症 这个新世界 加拿大和美国组成的这个北美的世界 或者北美的天空 近期患上了严重的非闻症 就是北美的天空出现了一些流氓气球 虽然相继正在被击落 圣经讲 世界的衰老是这么说的 说天地像外衣一样渐渐旧了 需要更新 第二个坏消息是 这场气球战争可能刚刚开始 我来教会之前 一个小时之前 我看到最新的新闻报道 就是CBS新闻 转引了两位军官的话 第一位军官说呢 在加拿大西北角那个玉空地区 击落的那个气球上 装有邪恶的物质 我不知道是什么 非常邪恶的物质 也许很快我们就知道答案 转引美国的一位军官的话 说还有更多的气球正在赶来 但是与此同时呢 北美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些政客 或者政治渣男 对来自于东方的气球大战 缺乏清醒的认知 所以上一周我们看到了 最愚不可及的政治笑话 政治蠢话 拜登竟然说 习对这场气球攻击完全不知情 也许再也没有我们更了解习果和习果人了 显而易见 这是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在今天山东日照还上演了一个打哪儿指哪儿的小花招 这条声动的证明了 这事是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我们认识 从这个果子我们认识这棵树 那么以拜登为代表的西方的政治主流 甚至是基督教的主流文化 为什么对这场邪恶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呢 主要原因是三百年来 五百年来 上千年以来 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在三个基本的真理上 出现了严重的颠覆 第一就不再认基督了 不认识基督是谁 不认基督 所谓的我们说的白左思潮 傻白甜或者假伪装 他们的第一大罪恶就是基本上是离开了教会 不再认基督了 第二 因为不再认基督 他们也就不再认识魔鬼 不再认识毒蛇的种类 不再认识龙和龙的传人 即使龙的传人面对面的告诉美国的总统说 我们就是龙的传人 那么西方的政客实际上缺少神学的敏感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习近平对川普说 我就是龙的传人 那么几个月前习近平对特鲁多说 后果会很严重 你要准备条件要创造条件 所以我说这些政治渣男不知道什么是毒蛇的种类 第三 因为不认识基督 因为同时也不认识魔鬼 所以在这个新世界做王的越来越是一群污鬼 污鬼捆绑了生活 捆绑了生命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世代 这个新世界 这个基督教的文明 有三大特征 第一 不再认识基督 不再认基督了 从学校开始世俗化了 第二 因此不再认魔鬼了 第三 因为不认基督 也不认魔鬼 所以污鬼就在生活当中做了王 我们可以在各个领域里面 看见污鬼做王的现实 在这个国家主宰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人 不再是基督徒 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两千年前的一场讲论当中 预告了这个悲剧的发生 同时提出了 对这三大偏离完整的医治方案 这三重医治的方案 完整的记载在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呢 有五十节经文 其中有大部分经文呢 和我们刚刚学过的 马可福音呢是平行的 所以平行的经文呢 我们按惯例还是把它越过去 有致研究相关信息的人 可以去回过头去翻看 我们马可福音的视频 我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其中也谈到了 亵渎圣灵的罪等敏感的重要的问题 可以回去看我们的讲论 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思想 那么剩下的就是 马太福音独有的经文 或者和路加福音平行的经文呢 是这三段我们放在这里 这三段当中呢 第一部分是马太福音独有的信息 然后第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 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 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平行的经文 那这三部分信息本身呢 还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单元 三段信息正好平行 我刚才讲的三个主题 第一部分 实际上主耶稣呼喊 他那个时代 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 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也就是末世的时代 怎样重新认识基督 就是你们所信的这位神 到底是哪一位 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主耶稣记得他的行动 告诉我们他是谁 然后又借着先知 以赛亚的话 进一步的来启示 基督到底是谁 那么总而言之 这第一大部分信息 让我们重新认识基督 返回基督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 第二段信息 第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 这段信息让我们认识什么是魔鬼 或者什么是魔鬼的儿子 就是毒蛇的种类或者恶人 那毒蛇的种类就是魔鬼 属魔鬼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二段信息的主题 总结为要认识他们 你要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所谓毒蛇的种类或者鬼魔 恶魔 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讲的 空气中运行的恶魔 比如说空气中运行的气球 他们并不是空气 他们是人 他们是恶人 他们是现实存在的人 这里面当然指的是 法利塞人所代表的恶人 毒蛇的种类也可以指魔鬼的儿子 比如说毒蛇指魔鬼 种类指他的儿子 那么法利塞人实际上是世界之王的儿子 他们所传讲的所有的信息是为了世界之王 或者孝敬世界之王的 第三段信息我们看到了巫鬼 他行动的一些基本的规律 这段信息是福音书当中的 被讲论最少的一段信息 这很奇怪 那么为了打开这段经文 我用了确实是一周的时间 每天都在想 到周五的时候我都快绝望了 不瞒大家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找了很多神学名著 神学教授 明目看他们怎么解释这段信息的 有一天早晨凌晨四点我就起来 感到我突出堆放的地方去翻 没有答案 我找到的这些经典的住宿谈 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所缘非常有限 所缘非常有限 我们必须得明白基督和他的使徒讲这样的一番道理 是什么意思 星期五 看见天就开了 感谢神给了我们 蛮足够的一个思考和预备的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 也帮助听道的人 来一起认识神的智慧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这段经文是对人类历史 个人生命史 基督徒史 基督教史 教会史 东方历史 西方历史 最深刻而精简的总结 也是对当下我们所遇到的这种气球困局的 一个神学的注视 他奇妙 生动 深刻 而且极有针对性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我标出来的这些紫色的字体 在第一部分当中谈到了基督的一个品质 就是不争敬 我们知道鸡汤教 躺平宗 主流邪教就逮着礼了 你看 你们要效法基督不要跟人争辩 他们的话音为落就被打脸了 因为第三十三到四十五节 接下来基督对他的仇敌 是疾风暴雨 披头盖脸的猛烈攻击 换言之 圣经里面讲的不争敬 和主流所讲的蔫花微笑 不得罪人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这里面我们还省略掉的一些更尖锐的经文 是什么呢 就是亵渎圣灵的罪 永不得赦免 今生来永生永不得赦免 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三段信息本身 存在着一个逻辑的关联 就是不争敬 但是要责备 要攻击 要审判 所以我们看到 主不仅对毒蛇的种类 有一个定罪 谈到了审判的日子 而且也谈到了最污鬼 和这个邪恶的事态 邪恶的事态的一个定罪 讲到了末后的景况 审判的日子和末后的景况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基督第二次来 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来总结 14节到21节 讲的是基督第一次来 基督论的第一块 对吗 那么33节到45节 讲的是基督的第二次来 末后的日子 而教会呢 是位于基督两次降临 中间是基督第一次来的见证者 也是基督第二次来的见证者 这才是真正的教会 我们分三个方面 一一来重新认识基督 魔鬼和污秽的灵 我们先看第一段信息 法利塞人出去 商议怎样除灭耶稣 我把上一个单元的这句话拿来 好让我们知道 基督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含义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 就嘱咐他们 不要给他们 不要给他传明 我们先看啊 马太福音12章 和前面主耶稣和他的仇敌之间 那些征战 这里面好像信息又重复了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在前面在上文 耶稣跟文士法利塞人的征战 还仅仅陷于真理上的争辩 道理上的争辩 但是到了第12章 法利塞人已经决定杀害耶稣了 仇敌已经不再装了 不再忍耐了 其中的原因就是 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及对基本真理的这种见证 已经处击到了主流宗教 他们的安身立命的根基 没有办法再忍耐 再加上嫉妒 因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越来越多 他所行的神迹歧视 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反驳的 除非肉身上对耶稣进行消灭 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耶稣离开了 然后16节又嘱咐他们不可以给他传明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 这在马太福音当中呢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动作 就是遇到了政治杀戮 肉身消灭 肉身控告的时候 耶稣就退却了 打了引号的退却就离开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至少我们可以讲三个方面的道理 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基督 什么叫做传道人 什么叫属灵的征战 什么叫神的仆人 神拆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第一个方面啊 神拆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传道让人悔改 把罪人变成义人 那么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 在创世纪三章15节里面 他就规定了神和他的儿女 与魔鬼和他的世界征战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就是他要摇我们的脚 我们要打他的头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过来 所谓摇脚就是肉身攻击 肉身消灭 就是他不跟你讲你 他就想弄死你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确保 我们继续打头 就是在真理上去 发起攻击 并且把悔改得生的真理 传给更多的人呢 我们必须回避 对我们肉身消灭的这种危险 这不是胆怯 而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生命 去做传道的侍奉 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天路 但是总有一天啊 你躲不开了 什么时候躲不开了呢 就是神在他给基督和传道人 基督教教会身上做托付的使命 神认为已经完成了 最后那一次你躲不开了 你就只能去殉道了 一般来讲 无论是耶稣基督也好 还是历史上的传道人也好 他们大体上知道 自己焦点的时候要到了 所以在能绕开的那个时间里面 你那个传道还没有完成的时间里面 你可以绕开 但是当神要你回去的时候 最后那场杀戮 最后那场消灭 你绕不开了 神也不让你绕开了 他要带你回去 比如斯蒂凡 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 这个杀戮并不一定等于就是像斩首啊 火烧啊 也可能只一个传道人的最后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不是带着光环离开的 他是带着屈辱被人赶走的 甚至包括性丑闻 因为他要摇脚 我最近才知道加拿大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好像米瑞以前跟我提过他 是在哪个大学里面的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个印度背景的一个人 一直讲道讲得不错 他写了很多很不错的书 有一本书叫《基督在所有的异教神中间》 但是在他的晚年以及身后 对他的控告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最后他生前所服侍的一些神学机构 学术机构 大学 教会 教区 把他彻底开除了 我不是叫给他翻案 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人 但是这可能是一种模式 就是神的仆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被当做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 但是在被杀害也好 被弃绝也好 如果你的这个传道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你总是可以逃之夭夭 而这种见证 不仅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 至少有三次相同的见证 在使徒行传是比比皆是 你还记得这个保罗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就被人用石头打出去 他就离开这座城市 到了下一座城市 那座城市的犹太人图谋要杀害他 结果他又从这个城市逃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总是很成功 但是最后他在罗马的时候可能逃不掉了 他甚至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被审判的时候 他又成功地逃到了罗马 到了罗马 他不传道了吗 不责备人吗 不是 继续跟仇敌争骗 继续传基督的福音给罗马人 最后彼得 保罗都逃不掉了 实际上这也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吩咐 在马太福音前面他说 若有人逼迫你们 就从这一城逼迫你们 你们就逃到下一城 地上的城你还没有走近 人子就到了 很多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人子到了不一定是说 他要阻止西律的刀 阻止群众石头对你的暴政 不是 他要接你走了 这才是主要的含义 这是真的 所以我相信斯蒂凡讯到前 看见主在天上站起来 接他回去 那一定是真实的 所以虽然用世界的眼光说 基督和他的仆人离开这个世代 都是很屈辱的被赶走的 十字架没有比那更屈辱的 口水 石头 八光 而且还当着自己的母亲的面 但是 无论是主耶稣也好 还是他的仆人也好 那一刻一定会看见 或者会喊出这样的话说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 交在你的手里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要离开仇敌 就是如果对方就是要在肉体上消灭你 你不要跟他在肉身上去搏斗 以便你能够节省时间 精力和生命 去向更多的人传道 第二个原因和这相关 就是世界的王和魔鬼啊 他为耶稣基督和传道人 基督教预备的就是肉身的纠缠 肉身的纠斗 一个传道人如果一旦陷入这种人身的功绩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再讲真理了 而且会激发你肉身 你身体本身的那种血性 你所讲的道理也不会特别存正 没有谁能够清高的过去 所以你要绕开他 一定要绕开他 因为魔鬼的目的就是把你扣留在那个地方 在他的差异和你征战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把你变成他的差异 一模一样 所以一个真正有经验的传道人 要学会离开肉身上的征战 特别当你明白他们来不是想听到的 也不是为真理争辩的 他就是想消灭你 他就是想出丑 他就是想黑你 想羞辱你 你不妨学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拉黑他们了 就是拉黑了 就是我不让你来了 我不搭理你了 第三个原因 也算是我小人之心 就是魔鬼还要借着 魔鬼的这些差异还要借着跟你的争吵 争战 所谓的辩论 来抬高 来扬他们的名 所有跟这些人进行肉身争吵的人都太傻了 因为任何一个人纠缠你 不断的跟你争吵的时候 你就等于给他脸了 给他赋予了一个很平等的地位 这不是说我们高不高的问题 而且他本身会成为话语的中心 他会占据讲道台的信息 所以大家仔细看 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 攻击我的人 我从来都不回应 我是说从下三路上来的人我从不回应 最多我用什么嫖客 教体 疯狗来代指下而已 不仅仅是我觉得他们这些名字很脏 连提都不愿意提 更主要的是我这人比较小气 因为我一提他就有名了 算了 我连提我都不提 绕开你 不要给他们因为和我们争辩 而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免得他们去祸害更多的人 所以主耶稣就离开那里 真是聪明 但问题有人说了 这是不是胆怯的 你离开那里那些人怎么办呢 他们还能得救吗 当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些人已经被弃绝了 那是他们生命当中最悲惨的日子 而且主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 不接待你们的抗拒的毁谤的 你就剁去脚下的尘土 神最后审判会来收拾他们 这等于已经宣告了判决 还不仅如此 离开他们了 是不是主耶稣也好 他的门徒也好 从此以后不要再这样讲道了 他还得罪人了 一个朋友都没有 其实一个传道人在世界上是不需要朋友的 常常有人说 你没有朋友在世界里怎么混 他忘记了 我们没打算在世界里混的 你才在世界里混的 我们没打算在这个世界混 既不想在世界上搞钱 也不想在这个世界里搞明 也不想做大教会 你管我呢 不仅如此 离开了这些仇敌之后 我继续讲我曾经讲的 怎么知道呢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就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法利塞人要杀他 就是因为他把有病的人治好了 明白吗 这是个主要原因 但是离开了法利塞人 我继续做这件事情 把病 有病的人治好了 什么意思呢 医病赶鬼 就是继续攻击撒旦的权势 继续救人 继续把世界之王权势下的人 把他拯救出来 继续对着世界的国 进行釜底仇心的打击 继续建造天国 没有改变 他的道不变 教会的使命不会改变 但是有一条 16节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明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是双重的含义 第一呢就是避免法利塞人因为嫉妒 再来纠缠 影响耶稣基督的传道 因为他们来纠缠 他们已经是被耶稣弃绝的了 再教导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了 不要再把圣物扔给猪和狗了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有病的人刚刚治好啊 他们的骨子里面仍然带着世界里面那套东西 当他们到处去讲的时候 上文我们谈过了 就那种所谓的个人见证 他带着深刻的人的自我的忠心意识 甚至带着一种浮浅的报恩的意识 他们把耶稣当作一个人 然后他们把自己现在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中心 所以主禁止他们做这样的个人见证 这个主父本身等于继续在医治他们 让他们明白信基督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这位基督到底是哪位 不要给他传明 马太福音讲了几次这样的一个禁止性的教导 然后传明的问题就是 主耶稣不在人间谋取虚荣 他不要人的荣耀 他不要人的荣耀 你给他传这个名 很多的人不会因为他传这个名而信基督 我们总觉得讲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一致的神迹 人家会信基督 不会的 那种信最多是刚刚开始 或者是信的萌芽 整体上是不信的 他会把基督当作一个医神来信 同时会激起嫉妒徒 抓紧在肉身上消灭基督 而且还会让很多人去效法基督什么呢 就是我信基督 我要成为基督那样的人 就是在人间有很大的名气 功成名就 名利之徒 这种恶俗在基督教里面太常见了 所以当主吩咐新一致的人 刚刚得救的人 不要给他传名的时候 也是以身作则的在教导基督教 教导基督徒 你们信我不是为了求名的 在启示录里面不断的谈到名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的名是在天上的 我们切切的要记得 不要在人间追求名声 新一约有几处谈到了好名声 我认为是翻译错了 也理解错了 等我们讲到使徒书信的时候 我们再展开讲 仅就这里 约翰福音加拉太书里面的相关信息告诉我们 不要求名声 不要为虚名征战 不要惹气 不要求人的荣耀 不要彼此收受荣耀 我们在上文看到了主耶稣的一句教导 说我的单子是轻省的 老孤单重担的人到他那里比较安息 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重担 就是名起 名声 功成 名就 为了名 我们跟人征战 当别人诽谤我们的时候 我们愤怒 当别人有虚名的时候 我们嫉妒 结果基督教也成了名利场 我们今天这个赞美是真是好 我自由因为我歌唱 其实自由有一点 就是你脱去了虚名的拖累 那就意味着人怎么说你已经不重要了 你也听不见了 当你立了这个志向以后 别人对你的论断 你听不到了 魔鬼呀 有一个聪明之处 就是你越在乎虚名 好像呢 你身边的朋友 教会的人 熟人 对你的那些攻击也好 流言蜚语也好 就越大 那声音特别大 当你立志不要这套东西的时候 你再也听不见了 这是真的 所以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 第16节我认为包含着主耶稣 对刚刚归信的人的温柔的爱 真是爱他们 而且指着自己告诉他们 一个重生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叫基督里的自由 就是不要给自己传明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反对个人见证 我我我那些见证 永远的记得我是谁 真的不重要 我们怎么能够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追求明呢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基本的 我不是反对弟兄姊妹的相爱和交流 一个特别在乎虚名的人 一定是特别愿意和人交往的人 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时当时刻而止 学会不处 学会单独跟神在一起 即使为了生意的缘故 限制自己跟人交往的密度 距离 就对我们做一个自由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 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第二一个特点 第二一个特点就是 就是借着先知以赛亚书 这个著名的信息 从前来解释让我们认识 到底你信的基督是哪一位 是不是圣经 旧约圣经启示的这一位 在马太福音当中呢 以赛亚书被引用的信息是最多的 所以要学习马太福音 一定要把以赛亚书多读几遍 他说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的所亲爱的 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讲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讲宫礼传给外邦 他不争敬 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 蒋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很有名的一段话 对吗 等他施行宫礼就要宫礼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先知呢 这段话可以讲基督的三个特点 我分成了三段啊 这三段经文可以形成非常完美的交叉结构 比如说第一段的核心的概念是公理 那么第三段又是公理 基督进入这个世界 或者根据上门 他为什么要离开那些 在肉身上要消灭他的人呢 这里就是答案 因为他要去传公理 肉身征战你不再有精力 有情绪 有饱满的热情去讲公理了 第二呢 公理是讲他传的内容 第二呢 就是传的对象是谁呢 外邦 外邦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指的是外邦人 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 犹太人 犹太的领袖 政治领袖 宗教领袖拒绝 那我就到外邦那里 但是外邦这个词还有一个概念 它指的就是天下列国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国民 所以马太福年结束的地方说 要万民做我的门徒 普天下的人 那么与此相关呢 我们会看见 基督教流传的那一句话是大错特错了 就是基督徒要关起门来 专心进行内部建设 他们真的是不信基督的 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面 自己以身作则告诉我们 他要把真理传给外邦 传给天下列国 并且在他的复活之后 升天之前教导门徒 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所以结论很简单 基督教绝对是面向整个世界的信仰 当然与此相关一定是一个不可以非政治的一个信仰 外邦外面的国家 但是我想重点讲一讲公理 你们知道这个公理是什么意思呢 公理是哪个字呢 所以我们说合合本圣经一翻译啊 它会让我们坠入云里雾里 其实这个词很简单 这个词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 耳熟能详的那个概念就是论断 翻译成公理我们就不认识了 那么再一次也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论断 主耶稣要把论断临到整个世界 我们换一个词就简单了 他要审判世界 这才是基督 你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个基督 这个论断呢 到了下文我们还会看到 就是审判 当审判的日子 当审判的日子 前面也讲到了审判 还记得他对加百农 哥拉逊 伯塞大的话吗 当审判的日子 什么什么人要起来定你的罪 审判 定罪 按照公义审判就是公理 就是论断 这完全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让我们看见了两大事实 第一 我们信的基督就是审判世界的基督 第二 即使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 以及在第二次降临之前的教会漫长历史之中 教会所传的福音当中有一部分信息就是审判 救恩和审判 是福音不可分割的真理的两个方面 而在马太福音当中 审判的信息是非常非常重的 回过头来 我们再说为什么基督教要重建 因为整体上公理和审判的这个信息被彻底的放弃了 最多他们很诡诈的说这个审判等基督再来再说吧 在他来之前我们就爱爱爱吧 那你跟圣经是针锋相对的 主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讲审判的信息 而我们就是要传这位基督 我再强调一下 公理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论断 我们就是要讲基督的论断 我们不可以像神那样论断人 但是我们要讲神是怎样论断人的 这是两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了 那么我们再打开一下17到18节的几个概念 这里面对耶稣基督有几个定义 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的 我所亲爱的 我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讲灵赐给他的 当然这都是预备 目的是为了让他把宫里传给外邦 我再说一下 你讲的基督是不是把宫里传给外邦 把审判临到外邦的那个基督 这个外邦有一个分工了 你是习国人你就给习国人传 有文化语言上的 共情 你是法国人传给法国人 对吗 你是保罗是大树人 你还记得吗 他得救之后就先回到大树去讲 你这道理是一样的啊 但是为了这个讲宫里传给外邦 这之前呢 有对神对基督 对每一个传道人有一些基本的预备 第一就是做他的仆人 根据摩西律法和历史书 神的仆人特别是先知书 神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仆人就强调他对上帝旨意的完全顺服 同时被世界之人被世界的人完全的藐视 谁会尊重一个奴隶呢 仆人我再说一遍 仆人有两大特点 对神指引的完全顺服 他没有独立的人格 所以凡是想立志做牧师传道人的人 就是在传道这件事情上 你是个努力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会逐渐的去学习 去讲你不想讲的 不讨好人的话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说 我若是讨人的许悦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这是关于仆人很精准的一个定义 第二就是你既然是仆人 你在这奴仆的印记 哪怕你是神的仆人 世人也会倾见你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 就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地膀向谁显露呢 然后他无加兴美容 我们也不尊重他 也藐视他 我还是那句话 立志做传道人的人想好了 你是真的想做这样的传道人吗 到一定的时候 人们提起你的名字 就会吐口水 一定是这样 我所拣选的 再根据律法书和历史书 神所拣选的至少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呢 就是当神说是我拣选的时候 就是你是他悦纳的祭生 在立位祭里面 当耶和华神第一次说这是我所拣选的立位人的时候 就是他是我拣选的祭司 他也适合于向我献祭物 神所拣选的 再往前推你能看见诺亚方舟 然后亚伯拉罕的献祭 他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献祭的问题 神拣选就是我拣选的那些新乡的献祭之物 我乐意 我中意它 这里面有殉闹和牺牲的含义 所以加尔文讲那个拣选论 预定论 他讲错了 他把那个当做一个什么什么 属世的荣耀 选民 神拣选就是你是献给我的祭品 牺牲品 一定要明白这个真实的含义 就像神所拣选的洁净的飞鸟 洁净的寄生 这是第一个拣选的含义 第二个含义呢 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一定是世界所弃绝的 就是你 世界已经不要不要的 不要你了 比如说彼得在世界 世界里面打鱼 一辈子没打到什么东西 神会拣选那些软弱的贫穷的 让骄傲的人羞贵 还记得吗 世人看成是垃圾 我们的这个王者家族的人的身份 第三 我所亲爱的 不管世界怎么看 神爱他的仆人 会为他的仆人报仇 与此同时 我们一定要记得另外一个事实 凡神所爱的 世界的王和世人 一定是加倍的痛恨的 越被爱 世人越恨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 一直在讲爱恨交加的 这个平行的真理 这个符合人性 因为什么叫蒙爱呢 我们宽泛地讲 蒙爱就是一个特别垃圾的 一个生命 结果他蒙福了 在某种意义上 他活得很喜乐 很平安 很有光彩 很有荣耀 那你会激起世人 对你加倍的仇恨 我们比如说像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那位大祭司 约翠亚 对吗 他是个恶人 罪人 结果神说给他披上华丽的外衣 然后撒旦就不干了 来攻击他 什么意思 就是神越是爱的人 世人越是嫉妒 我告诉大家 罗马帝国的文明 美国的文明 西方的文明 中国人啊 对他们一个基本的态度 其实就是羡慕嫉妒恨 其他都是谎言 因为他是蒙爱的 所以你就加倍的恨 这种恨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没有办法用真理去教导 我们试着去讲没有用的 你找不到他本人 其实和当下的危机有关系 你为什么一定弄气球 到人家天空里面来折腾 就是想你一切的办法又弄死你 就是这记恨如阴间般的残忍 就是没有道理的恨西方 这个恨有双重的不可逾越的心理疾病或者障碍 就是如果西方人在道德上 在信仰上 在文明上 比我们高 比我们好 我们更恨 如果西方很邪恶 在近代史当中 曾经作为所谓的列强 瓜分过我们 践踏过我们 我们也恨 圣经讲两种记恨 一种记恨叫什么 恨义人 第二种恨叫恨什么 就是嫉妒恶人 我们会对他们的那个 在我们那个所谓的国家 祖国当中那种兽行 恶行 永远铭刻在心 铭刻在心不是因为我们恨罪 而是恨他们为什么欺负我们 而我们盼望有一天我要欺负回去 这就是魔鬼的儿女 他们没有真理 他没有信仰 等有一天我强大了 等一天我强大了什么意思 我要报仇 但不是等有一天强大了 我和你不一样 你用恶来对待我们 保罗说我反倒以善报恶 这叫信仰 不要听那个儒家那套道德高调 那都是谎言 作为整体性的民族人格 灾民心里就是报仇 另外一个恨的原因就是 你要好我就更恨 本来应该好也应该是我的 怎么你好了呢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这中国人的性格就是恨人好 笑人无 结果就是你怎么我都要弄死你 这是没有解的 这就叫魔鬼的民族 完全没有解 所以为什么要把气球弄过来 就在这里了 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在这个国 更邪恶的人在这个国家掌权 蠢一点没有关系 如果蠢再加上坏 那就比较糟糕了 又蠢又坏又加上比较勤政 真是比万机啊 那就是全人类的灾难了 用圣经上的话来讲 它有两大特点 第一就是牢牢碌碌的作孽 第二就是以自己的诡诈为喜乐 没得救了 但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魔鬼之子啊 就是痛彻心腹的恨所有蒙神爱的人 这种恨 我告诉大家这是绝症 至少在中国已经有几百年时间了 已经深入到骨髓了 到了红卫兵这一带 那已经是他们的第二生命 神所亲爱的 是魔鬼所恨的 我们回头还会继续深化这个概念 心里所喜悦的平行耶稣基督的洗礼 神喜悦的人 因为他要尽诸般的义 我又讲我的灵赐给他 神所爱的 所喜悦的 有什么证明呢 怎么上帝啊 我们的天父 你爱我 拿什么来证明呢 你给我什么呢 神给了这个宇宙当中最好的礼物 就是圣灵 因为唯有圣灵和生命相关 并且唯有圣灵和真理相关 我再说一句啊 唯有圣灵使人有生命 有永生 但是圣灵怎么让人有生命 有永生呢 用真理使我们更新 真理在这里面用来了一个词叫功礼 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就是圣灵 就是真理 所以你会看天父给他儿女的礼物 生日礼物 还是世界上的祝福 和世界里面的父母给人的礼物 给孩子的礼物完全不同 我们给儿女预备了很多产业 我们不想攻击这个 人之常情 但只有天父给他的儿女的礼物 叫做真理 就是他盼望基督徒神的儿女 我们为什么要讲道 我们为什么要总讲政治信息呢 就是让神的孩子按照道理去生活 而这种生活方式和永生有关联 只有这位天上的父 把永生这件事情永远挂在心间 或者说把我们长久的福祉放在他的心上 而通往那个永生的路 只有一条路就叫做真理 就是你按照神的道理去生活 去对待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把宫里传给外邦 在这个福音的侍奉当中进入永生的 我们需要学会像蛇一样灵巧 像鸽子一样蠢症就十九节 不争敬不宣扰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不争敬 不要为自己跟人争战 不要为自己争辩 这个世界里面有再有更多的人 起来来打我这个人是什么东西 你们自己看啊 我们不去管他了 没有意义 我们要不去 也不要你也不要帮我回应啊 让他随他去了 他也打不着我 我希望基督徒都这样 也不要喧嚷 喧嚷是什么意思 原本是哭泣 哎呀好疼 太痛了 主啊我好苦 他们为什么来骂我呢 我很感谢一些弟兄姊妹 来关心我们的处境 有的时候好像是为了我 为我抱不平 所以我在什么地方看 有人那样的骂 你骂得好惨 还要把骂我的话转给我 刚信主吧 时间长了 你最好把他当作我的荣耀 不要关心这些破事 没有用 他也打不着我 我也不会哭 我也不会喊唐 有空就当作荣耀 没空就把他当作粪土 也不要找人来打群殴 哭喊 就是当别人来围攻你的时候 你觉得不行了 哎呀我再找两个帮手 一起干他们 教会里面的争辩 切记打群架 所以曾经有一些风波的时候 我的劝勉和教导 从来都是把这个群拆了 一两个人吵起来了 三五个人帮上枪了 那个人说疼开始哭喊 你就找姐妹找姐妹 弟兄找弟兄 打得狗血喷头 一地鸡毛 还有点基督教的常识没有呢 不要指望争吵能够真理越变越明 你想错了 那是世界骗人的鬼话 真理越变越糊涂 真理不是用来争辩的 真理是用来宣告的 犹大叔有一句话说 要极力的为圣徒一次交托给我们的真理 极力的争辩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你不要没完没了 宣告一次两次就可以了 不要为这一件事争吵 没完没了 你已经说清楚了 再多说一句就是处于那恶者 什么意思 你之所以恋战就是你想赢 你想赢的原因就是你这个我太大了 你和习近平没有区别 要别人服你吗 有人说越来越喜欢我们这小小的教会 我们为我们的小教会感恩 教会的简洁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让我们绕开了争辩的这种困扰 人一旦居堆就会争辩 一旦争辩就是为了就会争强好胜 没完没了的 学习主不争敬 不宣扰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不喊人来为官 但是我还是强调这些信息 在三点不要被主流带走了 第一 我们的不争辩 不争敬 不宣扰 不发声 指的是不为自己因肉身的攻击而争敬 绝对不是指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对毒蛇种类的责备和攻击 千万不要停 第二 宣讲真理 你在约翰福音里说 看见主耶稣站在人群当中 站在街市上大声的喊说 都到我这里来 我就赐给他生命的活水喝 箴言第八章 智慧起步发声 他在街市上 在十字路口大声的呼叫 所以不要被主流带去 基督教就闭着嘴成了哑巴狗 不是这样的 我们讲真理 第二 我们斥责魔鬼 第三 我们为真理争辩 为真理争辩 一次性的争辩 宣告性的争辩可以了 然后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让我们看见传宫里对这个世界是何等何等的重要 这个重要呢 有两个原因 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本身可以交叉结构 第一是为了芦苇和灯火 第二是为了让外邦人都能够仰望神的名 第四中间是等他实行宫里叫宫里得胜 等他实行宫里叫宫里得胜 原文只有一个宫里 这是何和本这样翻译的 不管怎么样 宫里必胜 或者说我们不让我们得胜 我们让真理得胜 我们是什么不重要 道理要讲清楚 那么宫里在全地在万国万民当中胜利 不仅胜过武器的胜利 胜过气球 胜过邪门歪道 胜过暴力 就是让神的话语神的道理得胜 而且这个胜利对万国万民 对人类社会当中的很多的生命 他们的重建和永生 至关重要 我们讲两大理由 先看前面 然后我们讲后面 前面就是涉及到了芦苇和灯火 他们的盼望 芦苇和灯火是什么意思 就看启示录第十一章 芦苇和灯都在那里 芦苇呢是一个测量工具 这在旧约和新约 特别是启示录很清楚 测量谁呢 测量圣殿 对吧 它是测量圣殿的工具 它应该指的是基督教 基督徒传道人 用公义去责备或者更新教会的这样一种见证 灯火就指圣殿里的灯 或者启示录十一章里面讲的 它是两盏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讲的是基督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你们是世上的灯 世上的光要照在人前 要照耀这个世界的黑暗 但是长期以来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种存在 是非常非常软弱的 你想芦苇 风吹会摇动 容易折断 因为世界的力量太强大 我们又很软弱 灯火也一样 一吹就灭了 总体上我们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的公义 见证 照亮黑暗 则备黑暗的光明是非常非常软弱的 你要承认这个事实 大部分时间是邪恶必胜 而义人的基本的存在的状况 就是蒋蚕的芦苇 压伤的芦苇和蒋蚕的灯火 这是义人在这个世界里面 长期以来的生命状态 这是真实的状态 不要被骗了 所有的义人都处于 与奄奄一些苟延残喘的状态里面 甚至包括一些小教会都是如此 非常非常艰难 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么什么样的力量 来去安慰唤醒和兼顾他们 使他们从心立上得利呢 只有一个办法 等他施行公礼叫公礼得胜 两个含义 第一一定要不断用 从基督而来的传道人 传讲公义的道 第二 神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一定让你看见公礼得胜 最终你会得到安慰 这两大事实缺一不可 第一个事实指向教会的历史 传道的历史 第二个事实指向基督再来 如果没有他再来 没有芦苇能够坚持下去 没有灯火能坚持下去 以色列家里永远有东方不可能的 那么第一大事实 就是基督教重建我们所看见的异象 在过去的三年七年时间里面 特别是最近这几两三年 我几乎每周都能够看见 甚至收到这样的来信 说我已经快坚持不下去 可是你的道 你所传的道 让我重新坚强 看了 我希望有时间给大家读一读这些来信 非常感恩 非常感动 就是在世界各地 有很多很多蒋蚕的灯火和压伤的芦苇 他们快坚持不下去了 当从我们这个小小的讲道台出去这些信息 找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看见芦苇从心 郁郁匆匆 等我从心被挑望 又是一片生机 生机盎然 风生水起 这是真理本身的力量 太需要这样的信息了 太需要和公义本身有关的信息了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 我无论有多难 我们这个讲道台不能停下来 而且争取排除一切的困扰 第一时间把主日的讲道放出去 这不是我们是什么东西 而是我们所讲的那些道理 是对芦苇和灯火一个极大的安慰 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安慰 外邦人也要仰望他的名 我们看这些年看见的第二大事实就是 原来鄙弃误解基督教的那些 木道友也好 外邦人也好 也是借着我们所讲的功力 开始重新思想基督教 那些被乌婆神汉搞得云里雾里的恶俗 所下退的很多追求真理的人 他们借着我们对基督教的重新阐释 开始去仰望这位拿撒勒人的名 当然有人恨我们 我上周还收到一封来信说 你不要不给同行留饭 我说我吃的也不多 宫礼 宫礼 不争的原因 是为了把宫礼传开 现在我们讲第三部分 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 这是还没到那儿呢 这是讲果子 这块我们可以稍微简单的讲 你们以为树 是不是我们错了 树好 果子也好 树坏 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这个比喻在第七章15到20节已经有了 我只想到一个事实 为什么这个福音书也一样 圣经也一样 就前面讲过的道理 后面又讲一遍 圣经这种重复 或者我们说的神圣的唠叨 原因是什么呢 除了神的爱以外 让我们看见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这个罪人呢 他的这个同一个罪啊 他反复的犯 所以还得再讲一遍 就这个道理了 以前有的这种罪恶和愚昧 还会再有 所以主耶稣又讲了一次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第34节 我们看到那个所谓不真净的基督 是如何攻击称净 毒蛇的种类 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了三次 三代表完全 第一次是施洗约翰 责备文士法利塞人 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 这不论断人吧 论断 你们要与谁让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有 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秤 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所讲的道理 跟主耶稣所讲的道理 以及针对的人完全一样 约翰和基督是一体的 所以到了第12章 主耶稣讲了同样的话 对法利塞人做了同样的定罪 到了23章33节 到了23章33节主耶稣第三次讲文是法利塞人是毒蛇的种类 毒蛇之种啊 就是这样 三次定罪完全的定罪 提醒这个基督教世界你要认识毒蛇的种类 他们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就是恶人 恶人这个词你知道在主导文里是什么吗 就是那恶者 已经没有无药可救了 任是龙的传人 那恶者 这个树已经坏了 我讲这段经文呢 帮助我彻底放弃了对习国人的那些核心团队 核心成员的任何指望 他们无缘无故的作恶 作恶就是他们的本性 就是恶人 怎么才能够认识他们呢 就从他们的话语里面 从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然后善人从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你可以看三十四节 三十五节这两段信息当中的交叉结构 前面就是恶人恶言 结尾是恶人恶言 中间是善人善言 这个结构似乎告诉我们善是住在恶中间的 但更重要的信息在哪里呢 我们把这三段经文呢 平衡出三个概念来 三十三节讲了两个概念 好和坏 然后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讲了两个概念 叫善和恶 然后到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 讲了两个概念叫义和罪 我们知道有一个陈词滥表 说基督教不讲善恶 不讲好坏 不讲成败 不讲义和罪 只讲生和死 这是赵家人的胡说八道 基督教既讲好坏 也讲善恶 也讲义和罪 而且告诉我们 只有把好坏善恶义罪讲清楚了 你才会讲明白生和死 只有基督教把好坏善恶义罪与生死完全联系起来了 坏下地狱好上天国 恶下地狱善上天国 罪下地狱善恶上天国 这是圣经最坚决的信息 但这里面有一个相应的概念 我讲两个概念 第一呢就是最后啊 好坏善恶总结为义罪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为义人必因信得生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所以我们讲义是为了永生 第二个概念就是善恶 我们要回到创世纪二到三章 知道善恶书 也许以前我们讲的不够完全 就是神所造的知道善恶的书一定是好的 他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但是主流为了非政治的目的 为了贪婪和胆怯的缘故呢 他们说善恶书是对人的一个考验和试探 人基督徒不可以分辨善恶 要把分辨善恶的这些权命全交给神 那听起来很属灵了 我们一再强调 分辨善恶是神赐给人的 有别于其他受造之物的荣美 他的形象 我们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真理仁义就是爱 就是义 圣洁 这是三种判断 分别善恶 就是如果你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造的 你必须学习分辨善恶 我们跟魔鬼和他的儿女在分辨善恶这个问题上 根本的区别就在亚当夏娃那个试探里面 他们的善恶标准是按照食欲 玄欲 情欲来分辨的 比如说蔡元梅讲美就是善 No 不是这样的 魔鬼很美 你知道吗 先知书告诉我们魔鬼美丽 美丽不可芳芜 沉与洛艳差不多 耶稣没有加行美容 基督没有加行美容 所以魔鬼的善恶标准 情欲 痊愈 有权就是善 厉害就是善 谁掌权谁就是善 恨不得跪下来叫习大大 因为在他习本当中这是善 跟好坏善恶异罪没有关系 然后有奶就是娘 以食为天 能解决食物的就是善 教会有神迹其事 能够给我们最低成本的解决生活需要的 这是善 这是魔鬼的善恶标准 基督的善恶标准就这三条 或者说真理的标准 这段信息我们能够记得的就是 教会的重建在于按照真理分辨善恶 按照基督的标准 按照神的标准分辨善恶 而不是无善无恶 编到善恶 这是乌鬼的道理 但是乌鬼在这个地上掌权了 我们看最后一段信息 这段信息认真地看 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把它讲清楚 很多的传统的讲法呢 就是这段经文跟上下文都不挨着 所以不知道从哪里插进来的 有点道理 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插进来很突兀 所以没有办法跟上下文进行逻辑上的关联 再加上主耶稣在这里面讲这个比喻 就是非常简要 没有展开来说明 以至于让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应用 那么在圣经的相关信息当中 又找不到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耐心 看看他到底在讲什么 就三节经文 在《洛家福音》里面也是三节经文 乌鬼离开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这是什么意思 先解决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因为这邪恶的世代在上文 就是38节到42节里面有相同的概念 这42节是紧接着43节的 所以我们要澄清一个信息 就是这段经文不是直接 就是突然插进来的 是承接上文的 逻辑上是密切关联的 我们跟主流的讲法不同 那么这个世代为什么邪恶呢 或者说巫鬼在这个世代里面做王 他的见证是什么 那就回到38节到42节里面去找 那里面有两个 谈到这个世代的人有两大特点 那段信息是这样的 大体是这样的 就是文士法利塞人跟耶稣基督要神迹 耶稣说 没有神迹其实给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和这是同一个概念 那里面加了一个淫乱 邪恶淫乱的世代看 没有 那么只有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 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 然后他就开始审判这个世代 说将来你以为人起来 要定着世代的罪 男方的女王起来也要定着世代的罪 因为福音宫里传给他们 他们就悔改了 但这个世代却不愿意悔改 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三大事实 不是两大事实 三大事实 第一这个世代的特点是求神迹 我们可能听着觉得有新鲜 求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叫中国模式 其实是求神迹 就是用完全违反市场规律 或者常规人类所有的生活经验 和常识的方式暴富 这是中国模式的本质 也许我们做梦也想不到 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会如此有钱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罪恶 没有这种概念 可能在五千年的时间里 我们都没有想到过这件事 我看很多西方人报道 中国人的那个施工队在世界各地 就是中国的魔鬼是施工 然后中国人在近海 像在几内亚 在这个非洲的沿海 在太平洋诸岛的边上 捞那个海洋生物 魔鬼是打牢 没有人像中国人这么狠 这么能干 所有这些信息是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求神迹 就是能够用最低的成本 甚至不需要成本 瞬间取得财富的积累和功成名就 包括这些年的明星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追星呢 其实明星的报复或者生起是一种神迹 他昨天还是一文不明 他跟我们一样 一旦他成了明 他就可以均临天下拥有一切 不单他是这样 我们一代一代的孩子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一个一个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梦想 这叫飞龙在天 成为人上人 所以你不要以为圣经当中讲神迹是什么意思 就整个的这个世代的人 把所有的这种一夜暴富不当得利的这种 突发式的机会主义的变迁 视为普遍的人生理想 全世界的人要学习中国模式 就是要学这种求神迹的邪恶 淫乱的理想 就这么简单 包括现在这个所谓的两会也好 什么也好 那里面很多提升的权贵 不是按照官僚体系原来的那个既定程序往上走的 他们得了龙恩 一步升天 鸡犬升天 鸡犬升天 就是神迹 就是他们理解的神迹 越是卑微的人 越有梦想一步登天 它大大的影响了基督教的主流文化 我们就说躺平 因信称义 我只要信了 我就上天堂 其实我们现在一再讲 大家可能都明白了 你做梦想一想 凭什么呢 然后你就贿赂神 全别恩典 你骗鬼呢 还是骗神呢 那如果是全民恩典 刚才讲的好 坏 善 恶 义 罪 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邪恶引乱的时代的第一个特点 中国模式为代表的神迹的贪求 成了普世价值 成了民族文化 成了每一个家庭共同的追求 我们交朋友也好 做一切的事情也好 是希望对方能够成为自己撅起的一个机会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特别搞笑 我觉得就是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少一个仇人 少一堵墙 你听听这些祸 这些话的含义 朋友对他来讲不是爱的对象 那是一条路 那是一条可以利用的捷径 不是一般的道路 是捷径 是神迹 骑士 是发生奇迹的 峰回路转的一个机会 这是这个世代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不悔感 这是主流基督教一个致命的问题 追求成功 追求神迹启示 但绝不会为报复的信仰而悔改 相反 利用基督继续延续他的中国梦 不再有悔改的真正的道理 而悔改仅仅局限于什么呢 局限于肉身上的用石头砍自己 或者当众用石头砍自己的表演 我们怎么能够认出这些基督教是撒旦教 我们可以稍微极端的来讲 你看一间教会一个传道人 他的大部分信息讲这个主题 我建议你离开了 至少到今天你可以离开了 他们不是基督教 第一 基督徒怎样来管理自己的情绪 你肯定会觉得你这讲的不对呀 这有什么错呢 我问你一个问题呀 你把那个基督徒去掉了好不好 就是怎样人怎样管理自己的情绪 你到所有的心理学的教室 你都能听见这个 你信基督干什么呢 法轮功也讲这个呀 佛教也讲这个呀 心理学也讲这个呀 你不需要听基督啊 而且你到基督那里还学不到这个 你知道吗 基督常常情绪失控的 魔鬼的儿子 基督就恼怒他们 第二 怎样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卓越的人 你可以离开 第三 怎样操练有效的祷告 我建议你离他远点好吗 他就是个骗子 你所谓的有效的祷告是什么意思 就我怎么能想到一些法把上帝老套给骗了 最后完成我的目的 哪有什么有效的祷告 你告诉我圣经什么叫有效的祷告 第四当然就是所谓的婚姻家庭神学 偶尔讲讲可以不要没完没了 每次都是这一套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不悔改 所有的这些追求跟悔改没有关系 好像第一个是貌似有点关系 就是管理自己的情绪 圣经就有一句话 你节制就好了 而且在圣灵里节制 但是常常相反 就是该你发生的时候你节制了 不该节制的地方瞎节制 该节制的地方一点都不节制 什么意思呢 当这种流氓气球满天飞的时候 你节制什么呀 他不欠打吗 你打他就完了 你说我不要打他 我要节制 为什么要节制呢 这不需要节制 早就该打了 如果那个猪头越来越显示跟人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那就让他死吧 如果他越来越欠打 你就打他好了 找打 这邪恶言乱的世代的第二个特点是不悔改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世代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 很多人都在讲约拿的神迹 主讲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约拿的神迹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约拿在地心里头三日三夜 我认为这句话 你用他本来的话去解释就好了 约拿为什么在于福里啊 因为她违背上帝的命令 不愿意讲政治的信息 不愿意去尼尼威的王和人民面前宣告悔改的福音 所以神就刑罚她让她下地狱了 下到于肚子里去了 这个世代就在于肚子里 你以为这什么好话吗 不是的 是咒诅 饭是放弃传异道的 基督教整体上放弃站在尼尼威王和尼尼威人民面前的这些主流的宗教 都在于福里面 见不得光 成了什么地下教会 你就活该在于肚子里面吞没你了 然后越来越视为没有人看得见世界上的光了 我们成了大鱼府中的食物 而且要顺服这条大鱼就是世界的王 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 主接下来讲一句话 人子也要在也要在地里头 什么意思 来找我们了 而且复活 这才是他的逻辑关系 我再说一遍 约拿的神迹讲两大事实 第一 所有像约拿一样违背传译到使命的基督教都会被吞噬 被刑罚 被打到深处 但是 我们的主来到最深的地方找我们希望我们悔改 在他的复活当中重建我们的信仰 好了 邪恶的是在讲这么多回回头来看吧 看乌鬼 乌鬼离开人生 为什么要离开人生呢 看九章三十三节十章一节 他离开人生就是因为基督和他的门徒驱 赶鬼之病 被赶出去咯 这是切了上门来的啊 魔鬼已经被赶出去了 从人身上被赶出去了 赶出去之后他去哪里呢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找安息之处 却找不着 这段经文呢 他是在讲乌鬼 他行动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或者是他的本质 首先他是以捆绑人 辅诈人为生命的 为本色的 但是一旦他被赶出去之后呢 他就会到无水之地 那是他的祖国 无水之地 就是没有生命迹象的地方 那么根据旧约相关的信息啊 就是沙漠旷野那个地方 是撒旦毒蛇的种类的祖国 创世纪三章一节啊 那个蛇是从旷野里面进到伊甸园里面去的 旷野是他原来的存生之地 那是他的祖国 而且我们可以把旷野或者无水之地做一个比喻 就是魔鬼作王或者完全统治的世界 是没有生命迹象的布毛之地 即使有14亿人口 仍然如同沙漠 那个地方的没有水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恶做的太多了 各种过度的掠夺式的开发 是那个地方不再有生命的迹象 第二个原因就是所有的水也都污染了 我这是打个比方 让你知道魔鬼回到他的祖国了 他的祖国因为他们自己的罪 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没有水 什么都没有 没有水是最清晰的告诉我们没有生命 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然后生机勃勃 创造万有 但是在撒旦作王的旷野 完全没有水 没有生命 他到那里去了 回到了祖国 我们以为他能找到家 那你就忘记了魔鬼的特点 污鬼的特点 污鬼的原文就是邪灵 污秽的灵 不结的灵 原文叫不结的灵 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这句话厉害了 让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叫习国人 魔鬼啊 他的本质 就是他本质就是坏的 他在故国 在祖国 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他不安生 他没有平安 没有安息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有在什么时候才有平安呢 他必须去祸害人 必须去败坏人 必须去负着人 必须去杀人和说谎 他才有平安 这很重要 这就是我说魔鬼的特点 魔鬼仪 因为这个习国 我说撒旦的国度 龙国 所有人都被祸害完了 都没有生命迹象了 再祸害他们没有意思了 不好玩了 我们要去祸害祸害那些有生命特征的人 我们才有平安 明白吗 这很重要 魔鬼的平安跟正常人类的平安不一样 正常人类的平安就是在基督里面得安息 魔鬼的安息一定要干坏事 祸害人他才平安 如果没人可祸害了 他生不如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 一定要伟大斗争的原因 我们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是这样 几千年来或者四十年来 我们可以承认 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 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了 但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乃是这样的 你看你国民的素质 文化上也有了提高了 经济上大家都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就了 其实这个时候正好是接下来 做两件正经事的时候得安息 三件正经事 得安息 第一件 让中国的土地进入安息年 好好的治理环境嘛 对吧 第二 还政于民 解决五千年来从来也没有解决的问题 因为你的权利不合法 从来没经到过人民的同意 你靠你靠暴力和谎言在在在控制这个国家 还政于民的好时间 有钱了 人民也有素质了 你正好是改革的时候 还政于民的时候 第三 建立自己内部的这种 政治上下层的秩序 提高自己的水平 更新自己 悔改 认罪悔改 求身饶恕 就是在你三四十年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留下的血泪斑斑的罪恶 认罪悔改的时候 没有 这三件正经事一件事都不干 干什么呢 祸害人 修改宪法 瘟疫 清灵 把中国人祸害我一遍 全祸害完了 把四十年来改革的成果挥霍于空 然后呢 开始祸害西方人 从瘟疫到气球 我们就完全明白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以前我有的时候我也糊涂 他怎么就这么不愿意老实待着 好好干点正经事 一定要害人呢 那就告诉你了 他不平安 他不害人 他不平安 一定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定要把地球管起来 一定要把红旗扎遍全球 一定要治理全地 你给他一边镜子没有用啊 他说我知道我不行 但是我要斗争 因为斗争我才平安 有人说这是一个红卫兵的人格不对的 红卫兵的人格 不过是魔鬼人格的一个断片 根本人一定要记得就在这里 一句话 误鬼的特点就是他不害人 他不会老实 不会消停 不会平安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他认为值得害的好人 他就平安了 所以当中国这个不毛无水之地找不到祸害的对象的时候 地球就飞越太平洋了 气球就飞越太平洋了 飞到哪里去呢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除来的屋里去 我们相信啊 这个过程不是很容易的 也经过很多的思考 在约博记一章七到二节 第一章和第二节里面 我们看魔鬼有一个动作上的描写 他怎么说 他说我走来走去 就往返而来 那走来走去在干什么呢 就心里就不舒服 就我没吃中人 我没有害到人呢 上下得瑟 他去折腾谁呢 折腾约伯 为什么要折腾约伯呢 因为约伯是蒙埃的 在东方人中为之大 约伯是个完全神 然后到了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再次描写这个魔鬼从无水之地 到找到基督徒这个艰难的奋斗 奋斗历程 叫做撒旦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是一个形象对吗 然后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 你们要小心 彼得要你要小心 撒旦要得着你们 要筛你们 像筛子一样 还是那句话 他为什么一定要找好人去折腾呢 因为他没有平安 于是终于找到了 我要回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结果看见了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装修饰好了 这几个词特别的有趣 那他就害谁呢 去害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各种条件都比他好 空闲 里面的人生活得很安静 很休闲 这是个中意词 不设防 他可以随便进去 里面的人过着傻白甜事的生活 打扫干净 这个环境非常优美 生态环境非常好 绿水青山 没有空气污染 修饰好了 这个修饰主要指社会治理了 有法治人权的保障 社会很有秩序 哎 这是我要祸害的地方了 借着留学 厨房移民 商业交往 不断的确认这是个好地方 越是确分心里 越度火中烧 我一定要把它变成我的 其实要统一台湾是一个心态 台湾比你空险 比你打扫的干净 比你修饰的好 你还有脸去统一人家 你多臭不要脸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不祸害的好地方 他心里不平安 为什么一定要 一定要以西方为敌 一定要把气球送到美国 送到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里面空险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哪儿 哪儿坏 他就要把哪儿变成 中国的一部分 怎么变成呢 便去带另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真的是西方威夷 西方为什么会这么危险呢 而且他回来了 七个鬼都回来了 都住进来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主要是用这个比喻 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去想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被污鬼赶出去的那个 那个污鬼被赶出去的那个人 他的世界那个房子是一个完全不设房的 开放的国度 北美的天空怎么了 北美的海关怎么了 我们不设房 我们无条件的欢迎移民 美国的南部边境在拜登这种邪恶的败坏的政府的鼓励下 开放边境 然后整个北美的天空全部敞开 这次拜登特鲁多变得强硬 真不是他们 是美国人自己不干了 是一个民间的人士发现 我们的天空上面有非文正 有苍蝇 其他我们头上拉屎 要把他打下来吧 所以主用这个比喻 在提醒普天下的基督教 基督徒 魔鬼如入无人之境 原因就是你不设房 不设房是什么意思 就整体上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文明教会 不再讲公义 不再提防魔鬼 不再攻击魔鬼了 不再认识魔鬼了 拜登为什么说习不知情 他不认识那恶者 毒蛇的种类 不认识乌鬼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西方世界敞开了门户 欢迎乌鬼 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厉害 最后七个乌鬼全来了 八个乌鬼 根本的原因就是亚当所做的那个措施 你看这是完全平行的 蛇在旷野里无水之地 去哪儿 去生机勃勃 这个无限生机的伊甸园 魔鬼为什么一下子就找到了夏娃 亚当不设房 亚当不设房在 先知书里面怎么说 亚当是个哑巴狗 亚当为什么成了哑巴狗 因为我不讲政治 因为我不传义道 因为我沉默是金 因为我谦卑属灵 因为我鸡犬升天 因为我只 我因信称义 对不对啊 一脉相承 七个更恶的鬼 实际上有圣经的已经结经的经文 可惜主流没看到 七个更恶的鬼 回到历维记二十六章 就一目了然了 历维记二十六章 几次上帝告诉以色列人 就告诉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文明 说如果你们不信我了 你们违背了我的诫命文 违背了我的律令 我会给你们加七倍的灾害 包括什么 包括瘟疫 你看圣经真是厉害 一字不落地落实到了今天的现实当中去了 整个的基督教国家不再信基督了 不再认识魔鬼了 神就用七倍的污鬼的这种刑罚 去管教他们 八个鬼 七个更恶的鬼 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惨 所以最后那人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 每况愈下 不是会越来越好了 是越来越糟了 这不仅仅是个事实 当然它也是个警告 当我们谈到警告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 还是有悔改 重建的希望 这个希望在福音书当中 有一个女人在她的身上 神为我们看见了这个希望 这个人叫谁呢 就摩大拉的玛利亚 神从摩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了七个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摩大拉这个女人指向了基督教的话 就告诉我们 记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 我们是还是可以把这个七个鬼再一次的赶出去 今天就是我们再一次把这七个鬼赶出去的时候 应该保卫我们的天空 把所有来犯的流氓气球一一的击落 把他送回老家去送回无水之地 这是人的责任 这是基督教国家的责任 是教会的责任 不仅如此 这个生动的比喻本身呢 可以变成我说的教会史 东方史西方史人类史的一个缩影 我简单讲讲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先说教会历史 基督教的这个历史本身呢 曾经在初期吧 或者在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命 在最初的时候我们是被洁净了的 我们身上的鬼是被神赶出去了 然后我们以为得救了 加尔文主义又来骗我们 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其实这个比喻完全摧毁了这种教条 对不对啊 魔鬼赶出去的回来更早了 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这个例子太生动了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鬼话 成了基督教的一个黄金定律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的 我们信了基督乌鬼 因为乌鬼曾经被赶出去了嘛 然后我们就生活在什么地方了呢 我们就生活在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的状态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平安得救了 我信我信我信 天天唱着使徒信经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上天堂 于是整个的基督教整体上成了一个岁月静好 修身养性的异教 对个体基督徒的历史和基督教整体上的历史 这个判断都是事实 但是魔鬼看到了机会 他回来了 所以对很多基督徒来讲 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就是我现在比刚信的时候更不快乐 七个更恶的乌鬼住在我们的里面 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纷争 纠缠 征战 欲望 不安 贪婪恐惧 根本的原因有两个 就是你这个房间已经空了 修饰好了 基督的义不在里面住 你还记得彼得后说有一句话吗 心天心地有义住在其中 但是主流愿意这样来讲 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 所以邪灵来了 我也不反对你这个说法 但是你要记得上文讲的圣灵充满 讲的就是让功力得胜 所以主耶稣的这个比喻 首先浓缩了基督徒和基督教 个人生命史和教会的历史 到了今天我们作为个体的基督徒 还是作为整体的基督教 我们要把这七 我们面临了一个更残酷的重担 怎样把这七个乌鬼再赶出去 基督教成见太难了 击中难返 因为七个乌鬼同时在我们里面 学习玛利亚 玛利亚什么时候坚强起来呢 复活的那天早晨 只有相思而生 看见基督的复活 我们才能够胜过贪婪和恐惧 重新把传译到至于我们信仰的中心 第二 我为什么讲这同时也是西方史呢 我们知道共产党在诞生的时候 有一个纲点性的宣言叫共产党宣言 它怎么讲 有一个幽灵 有一个乌鬼 就是乌鬼啊 原文一点都不差 有一个乌鬼在欧洲大陆徘徊 为什么徘徊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主流基督教把它赶出去了 没有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会接纳这么一个怪态 所以它没有安身之处 那它怎么办呢 它就一路走来走去 到处游行 去哪了 经过俄罗斯苍茫的西伯利亚 最后安家落户到今天 叫中国 中国共产党 当他们彻底把中国变成了无水之地之后 怎么样 它回来了 它为什么能回来 我告诉你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什么原因 叫罪会国待遇 罪会国待遇是什么意思 就是基督教国家给乌鬼罪会的待遇 活该 它回来了 去看看洛杉矶吧 去看看温哥华 看看纽约 看看西方那些大城市 各种毒蛇的种类充斥着很多公共场所 再看看教会 全是东方宗教宗教的修身养性和家庭之上 这不是基督教的东西 这是毒蛇的种类 把它们总结起来 就是七个更恶的鬼全来了 所以我现在讲的 这个比喻既是西方史 又是东方史 所以我为什么说主耶稣这个比喻太深刻了 他怎么能够在两千年前看得这么通透 而这个比喻覆盖了人类所有的历史那么一个方面 那么谁能够把主耶稣这个伟大的教导 进一步的充实解开了全部展示给我们 并盼望教会 从心得力 驱逐七个乌鬼呢 这个人叫彼得 所以我们最后用彼得书信 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到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呢 三章经文 我不知道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讲这个 这个彼得书信 特别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我们只有在结构上 总体 总体上来把握这个书信 我们才能够在真理上有一个整全的印象 不要断章取义 彼得后书当然是彼得训道之前 写给众教会的书信 他这封书信里面不仅肯定了保罗书信是圣经 让我们看见弟兄相爱那个曾经得罪他羞辱过他的保罗 如果在他的心目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位分 更重要的是彼得书信在讲 刚才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 彼得后书的三章都在讲耶稣刚才讲的比喻 这三章有一个特别逻辑严谨的体系 第一章呢 他是讲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 彼得后书一章一节 开明综艺讲 基督这次来 第一次来 是要把我们洗净 洗净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那个乌鬼从我们的身上赶出去 我刚才谈了 乌鬼就是不洁净的灵 所以基督第一次来的目的 就是要把鬼从我们的里面赶出去 把我们洗洁净了 洗净之后 让我们住在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环境里呢 住在基督的义里面 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讲 神的义和基督的义 和和本翻译成神和基督的义 原文有的古老的版本没有和 就是神 我们神耶稣基督的义 我们因为他的义成了信仰者 我们所以成为信仰者 是因为我们要活出基督的义 结论吧 彼得书信的第一章 彼得后书的第一章讲 我们被洁净是因为我们要从罪人变成义人 因信称义 因信成为基督义的见证 然后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再一次讲到了基督的义 但是这一次讲的是基督再回来时候的见证 所以整个彼得后书第三章讲的是基督的复灵 这个复灵有这样一些概念 就是我们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住在其中 总结一下 三章经文 第一章基督第一次降临 我们因信称义 那个义是基督的义给我们的 那么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是把我们完全带进神国的神国里的义 那么在这两次降临中间 出事儿 出大事儿了 出什么大事儿了 基督教变成了我们定义的主流邪教 那为什么会变成主流邪教呢 因为它不义 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 通篇在讲一个基本的事实 整个基督教总体上丢弃了神的义 为什么基督教整体上丢弃了神的义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 他们要得不义的公价 这个不义的公价 是谁给他们做的示范呢 巴兰 彼得这个比喻 深刻地接下来刚才我们讲 为什么打扫干净的房间不设房呢 不设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淫乱 是为了得不义的公价 是为了跟中国做生意 多生动的事实啊 加拿大两个货 为什么到那被人抓起来了 因为要去赚不义的公价 所以那里举了一个不义的人 叫什么假先知 基督教在这个基督两次降临之间 整体上出事了 就是因为假先知统领了 这个主流的基督教 他们在传另外一个福音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判断 我们之所以把他定一位保罗说的 另外一个福音 一个简单的证据 就是他们不讲义 所以彼得后说 整个的第二章 全部都在告诉我们 为了不义的公价 基督教整体上忘记了基督的义 你告诉我 普天下众教会 讲这样的义的教会在哪里呢 正因为不讲义 门户洞开 所以彼得在这里面讲了一个很扎心的词 在这个伪君子们看来很粗俗的词 十四节 他们满眼是淫妇 止不住犯罪 满眼是大淫妇 再也没有拜登那句话 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满眼是大淫妇 在全世界里面 你能够找出一个人来 能够替换他的位置吗 一个都没有 你不管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点是事实 他对他很重要 中国的市场太重要了 换句话说 你怎么拦 你都拦不住他去行淫 你看这么大的一场瘟疫 现在问责没有了 无所谓啊 我们都缓过劲儿来了 缓过劲儿干什么呢 不得肯定去北京啊 就满脸是淫妇 止不住的去犯罪 你拦都拦不住 我们真是感谢神 兴起了一个市民的眼 看见了气球 这场狗河又炮烫了 但是我告诉你拦不住 这几天拜登和布林肯伯还说吗 我没有说不去 这是找时间再去 真的是什么 心中习惯的贪婪 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一点都不差 为什么要去啊 离弃正路 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功架的先知 贪爱不义的功架有两个事实 第一就是神迹 神迹是什么 也就是不义的功架嘛 我什么都没干 我都好住了 为什么你要去中国开做生意呢 成本低 贪污腐败盛行 有很多边际效益 机会成本最低 那么就这么点事儿吗 但是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开放边境 开放天空 我为什么说习 这件事一定是指挥亲自部署的 这不仅仅是符合他的行为模式 也符合他的诡诈 他没有想到这次 美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怒了 他没有想到 按照以往的习惯 他了解这些败类 就是这些贪爱不义功架的 这些政治政客渣男 他们不会生章的 实际上过去几年都不生章 都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事儿 神不允许 所以我就想起上次我们讲的 掩盖的事没有不暴露的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真理了 所以彼得后书这里面 第二章让我们看见基督教之所以成了现在我们定义的主流邪教 就是因为他们跟从了假先知 我刚才谈了假先知 假教会的几大特点 干什么呢 不讲义干什么呢 为了更得不义的功架干什么呢 就是那几点 讨好人 迎合人 基督徒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 怎么操练祷告 祷告 有效的祷告 怎么顺服掌弦者 属灵千倍 然后在某一些特别特别边缘化的圣经当中的用词当中 无限的找教义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你想一想 现在主流那里面奉为神明的那些概念 有那么重要吗 这是什么 这是鬼诈 你想打了500年 饼和酒 方言 祷告 操练 蒙虫绿出来 骆驼吞下去了 但是我们今天才知道 归根结底在这儿 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 我再强调一下 基督教整体上追求的就是不义的公家 这也包括我们什么都不干就能上天国 17节 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叫无水之地 你看 就无水的井 狂风吹彼的雾气 有漠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 漠黑的幽暗在哪里啊 约拿那个大鱼的肚子里 他们说虚妄金花的大话 真是这样的 诸位啊 你现在能够在基督教那里面 你能够找到比基督教那里面讲的话还大吗 大的吓人呢 你自己去想象这话什么意思 看那些教义 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形的人 就勾引人入教 信吗 有很多很多你原来有想象不到的好处 为什么有人真信呢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 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这个谁不仅仅指罪 也可以指某些人 比如说暴君 一定要顺服世俗的外邦的掌权者 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世上的污秽 污鬼 后来又在七中被缠入制服 后来什么时候 又带着七个更恶的来了 这就是平行的信息 他们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跟主讲的话一字不差 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为什么呢 最后给彼得给了答案 他们晓得义路 最初我们是愿意走义路的 后来教会整体上都不讲这条义路 这讲音信 唯独信信嘛 义路这个词呢 在圣经当中和合本里面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吧 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第二次是你知道讲谁吗 讲世袭约翰 我的仆人约翰 追寻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第三次 在这里 彼得告诉我们 基督教之所以走偏了 你看这有两个平行的概念 叫正道 离开了正道 然后平行就叫义路 走偏的就是我们离开了义路 基督教整体上跟义路无关了 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 义路和圣命是平行的 圣命就是上帝的命令 倒入不小的为妙 俗语说的真不错 狗所吐的又转过来又吃 诸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用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所以不要用彼得前书的那些漂亮话 来反驳彼得 这话都是极其骂人难听的话 诸狗不如 好在主耶稣讲过诸狗 当彼得最后讲诸狗的时候 他强调了两大事实 第一让我们知道 这个西方文明再次遭遇囚祸 是因为他们自己先做了猪狗 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整个的西方文明 从罗马文明到英美文明 他们最早是不配有这种恩典的 你知道他们原来是什么人 他们原来基本上就是维京人 他北方蛮族 日耳曼人 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们不是希腊 罗马文明腹地的人 都是野蛮人 那个时候叫北方蛮族 什么哥特人 高楼人 这样一泼烂仔 农民 后来因为福音的光照 他们成了文明人 成了基督徒 神的恩典给他们 乌鬼被赶出去了 但是基督教一步一步地在败坏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岁月静号 一步一步变成了亚当到今天 他们再一次回头变成了 他们起初的那种猪狗不如的状态 当我昨天听拜登说习不知情的时候 我就脱口而出去骂了他 这就是头猪啊 你脑子怎么长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情嘛 第二 猪狗这里的概念 就让我们回到主耶稣关于猪狗的教导 不要再跟他们讲真理了 不要把圣物丢给猪 他们听不懂 无论是习国人还是拜登这项左祸 不再是福音的对象了 我们要在天空下面 向列国的人重讲福音 一定会在这地上 有玛利亚那样的见证 从而去扶起亚上的芦苇 调量蒋藏的灯火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借你的真理来兼顾我们 也兼顾所有听到的人 愿你的功利得胜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多亿 分不不不了 基因 desde 雅 十 друг warning 感谢观看